对他 我从来没有觉得你这么异着过 谢谢 有没有多余的钱 有啊 把菜也熟了 好啊 不用啊 那所以说呢 你那个从朝鲜话翻译过来的中文名字呢 就叫李婉儿 是啊 我叫李婉儿 杨绰约之丽姿 怀婉婉之柔情 人如其名啊 谢谢夸奖啊 杜公子 这没有想到 你的中文话说得这么好啊 说得不好 还在学 见笑了 帮我拿一下啊 你转什么转啊 你啊 喂 我刚才叫你熟他出来 不是让你跟他做朋友的 人家不是说了吗 他来这里是形势所逼才会对你这样的吗 他有那么好心肠 我就告诉你 他才没有那么好心肠呢 你神经啊 一个这样子的姑娘家能做些什么呢 你呀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熟出来 你给我老实点 好好地想想 咱们去找李将军吧 你们 你们是要去哪儿啊 是这样的 我们是要去找辽东的李将军 有没有兴趣 我们一起去啊 不要 怎么 我问你啊 你是从哪里弄到的钱啊 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我说给你听啊 当时呢 我就去了当铺 有一个人呢 就出了大价钱 买了我那把胡子 喂 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那胡子你怎么说卖就卖了呢 我还不是为了你 我才放弃了我那么性感的长胡子 你最后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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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告诉你他没有好性强的 我不知道 那包袱呢 包袱我肯定他带走了 那乔庭文书呢 那肯定也一起带走了 那就完蛋了 这里应该蛮舒服的 啊 何必呢 什么啊 什么啊 太好了 给我点钱 什么啊 不是吧 就这顶东西 害得我 泡了半天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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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这点小钱吗 至于吗 死机 运摩 驾 骇 油 十二 小兔兔 顾 小兔兔 小兔兔 这是踏破铁蝎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来啊 把他给我抓起来 是 是 有华将军 把他也给我抓起来 是 是 走 将军 我早知道就把你放在牢里面 让你发臭死了算了 我让你把它放出来 不是这样用的 李将军来了 快快快快快 就是他 他是谁啊 李总冰啊 你怎么知道 你也不看一下 能够在这里这么嚣张跋扈的人 除了他还有谁啊 那你想怎么样 是不是我们两个一起上去拦住他呢 那倒不是 我是想让你去拦住他 那你呢 我呢就留在这里慢慢解释 那解释那么艰巨的任务肯定是要交给我的 拦住他肯定是要交给你的 哇 有意见 双双 视力 视力 去吧 你们干什么 找死 李总冰 我们是专程来见你的 见我 什么来个 李婉儿 救我 刚刚你不是跑了吗 现在怎么被抓起来了 你们跟这丫头是一起的 哦 刚才还是 现在就不是啦 给我抓起来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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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啊 为什么要把我们抓起来啊 对啊 只要和李婉儿有关的朝鲜人 偷偷要抓 我们不是朝鲜人 那你们是谁 我啊 我是德王啊 特别代表朝廷来呢 谢谢李将军呢 多年镇守边疆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个王爷 我府上的狗 都比你像王爷 不不不不 他真的是大明皇子杜云藤啊 啊 大明皇子姓多 你有傻 一说来话长 这一时半会儿呢 解释不了啊 不如让我解释一下吧 我听你解释 没口听你废话 他真的是皇子啊 一文书可以证明 不会被他偷走了 对对啊 你们别以为 我只读过三天书 就能蒙我 这些招摇撞骗的人 我见得多了 朝廷迟迟不给我答复 就别怪我自作主张 三天之后 发兵朝鲜一雪前耻 是 我我我可啊 李如华将军 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老子最快别人叫我的名字了 把这三个人拉进去 你给我杀了 你先骂他朝鲜 抓起来 抓起来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没说什么呀 不不不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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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 怎么的意思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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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误会 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活动活动 你别老这么看着我呀 怪尴尬的 真想跟曹姑娘出去走走 不行啊 你这伤还没有彻底好利落呢 你得多休息休息 但真的好无聊啊 对了 这贵府 有没有好看的书啊 我请你找找 哪儿 你哭什么 你也不是第一次经历生死的人呐 应该看开一点啊 你说得容易 还不许人家害怕 怕什么 反正死了以后 还有我们两个陪你一起走那个黄泉路 你也不会孤单呐 你不怕吗 我当然好怕呀 请龙女 这么快 等他 这里三个人 凭什么欠杀他 欠杀我 好 麦芽糖再见了 丢他 都说了这里有三个人了 为什么先杀我 左边还有一个 喂 你真够兄弟啊你 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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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着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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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去哪儿了 太子 你跟他分开的时候 他没说去哪儿吗 跟他分开的时候 他是去书房帮我拿本书 书房 坏了 坏了 好 果然是不见了 什么 杜云腾的信 杜云腾 殿下 你去哪儿啊 你的身体还没好呢 你去哪儿啊 不要啊 我不想死啊 不要啊 我不想死啊 不要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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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怎么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怎么办 将军 这龙女突然晕倒 恐怕有损事情 要不就暂谎发兵吧 嗯 就按你说的办 是 把她们都带入大牢 啊 啊 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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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开门 啊 哦 我不是在做梦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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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痛痛啊 痛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 别问了 我不知道啊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我当然是人啊 啊 那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事情 是这样的 哦 好 在我醒来之前 我感觉我 我就一直飘啊 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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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飘到了海边 嗯 啊 啊 小心黑风 小心 黑风 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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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人 你已经从黑风领工过来了 下去吧 是 黑风 嗯 还以风领工 这么巧啊 小心火 小心火 小心 火 我 我 嗯 嗯 不 义大人 敌军兵临丞相 欲队我军进行火攻 请大人明示 下去吧 是 火 火 火攻 啊 哎呀 哎呀 啊 啊 不要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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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 不要往前 不要往前 走 李大人 我正在行径的路上 与探子来报 敌军已在黑湖口布下埋伏 若继续前进 恐怕凶多其少 下去吧 是 不要往前 因为有埋伏 不要往前 天意 天意呀 有了他 我以后就是长盛将军了 对呀 将军 思念到来 乃是上天赐予的吉兆 从今往后 您就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啊 看来我这次拜老天没拜错 还真鼓务了众将士气 是啊 将军 小的有个主意 不知道当将不当将 有屁快风 将军 你看 近来我军师连连溃伴 军行涣散 斗智懈怠 而就在您向上天请愿之际 此女奉天意而来 我们不如旧事 奉她为天龙神女 一来可以鼓舞士气 二来可以宣扬上天的神域啊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我们认识她的 还真的是好大一个惊喜 我好想你啊 我真的好想你啊 你过得好不好啊 过得不错 你想不想我啊 所以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爱姑娘 她们用来救你的这个草药 是不是很名贵的 有没有多余的可以留给我们 相公 相公 相公我好想你啊 相公 姑娘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相公 相公 我怎么会认错你呢 你就是我相公啊 相公我不会认错你的 对了 我是不是还没有告诉你 我是怎么倒转来的 啊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在我醒来之前 我感觉我 我就一直飘啊飘啊飘啊 就飘到了海边 然后是李如画将军在 爱姑娘 这一些 刚刚你已经说过一次了 对啊 是吗 对 说得很清楚啊 我说过来 说过来 啊 爱姑娘你没事吧 哎呀相公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要跟我说一什么相公 对对 相公 以后不许再这样了啊 相公 啊 相公你的链子了 没事没事 我也想你 想你 我也好想你啊 桃姑娘 杜云腾戴罪之身 此去辽东又久死一生 实在不想继续连累姑娘 只愿临行前能够再见一个面 如此 即便日后客死关外 也足以告慰平胜 哎呀哎呀 听得懂我们说什么吗 啊 听得懂啊 嘿嘿嘿 那你的爹娘的奶奶的叔叔的舅舅 生下来的孙子是谁呢 啊 所以做人要谦虚一点喽 那既然李如花她那么信任你的话 你必须要说服她两件事情 别说两件 两万件她都听我的 哎呀千虚 千虚 那第一件呢就是放弃攻打朝鲜 嗯 那第二件呢就是让她放弃称王 放弃攻打朝鲜 嗯 放弃称王 嗯 哎有没有记住啊 记住啦 放弃攻打朝鲜 放弃称王 千万不要忘记啊 千万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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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要忘记什么 你是耳背嘛 我明明说的是 不要放弃 不放弃什么 两件事 过来呀 不要放弃共大朝鲜 不要放弃称王 他不是朝廷派来的皇子吗 怎么可能这么说呢 是啊 你管他是谁 你管他说什么呢 反正他说什么 你照着去做就行了 我厉害吧 可是我一看见他 我立马就晕倒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什么 你们是猪吗 这说明 一物想一物啊 他逼我厉害呀 只要你们听他的 肯定会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你们不相信我吗 行行行 行就退下吧 你 你没事吧 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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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可以把 不要忘记 说成不要放弃啊 对呀 我就是按照你跟我说的那样去说的呀 你你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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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下去 推下去 我 哎 哎 哎 我一直之计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啊 我记得呢 在我们那个包袱里面呢 还放着那个 黄上的密函 哎 哎 你还记不记得 把我们的包袱呢 丢到什么地方去了 记得 快点告诉他 哎 快去窝呀 啊 好 来 这么说 找到了 有 一 wol 我 那 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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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念 李如 李将军 耳独胆包天 朕手辽东多年 手握重兵 贵为朕辽大将 还不知足 而知良心何在 还要朕要求册封辽网 如此变本加厉 而这是想要造反吗 有本事 耳就反给朕看看 朕倒要看看 耳头上有几个脑袋 够朕砍的 朕严禁于此 耳好自为之 耳乃朕之亲信 这次算是警醒 下次就不会有这么好运了 那个杜云藤 果真是皇帝派来的皇子 幸亏当初没有杀他 将军所言极是 现在这个德王的身份 已经不用怀疑了 可问题是 他竟然是皇帝的亲儿子 又怎么会说出 千万不要放弃攻打朝鲜 千万不要放弃称王 这样的逆反之言哪 这里面会不会有诈呀 我听说这个德王 是皇帝老儿的私生子 一直不怎么受待见 将军的意思是 德王真有谋反之心 如果真是这样 我倒想亲自会会这个德王 弱了弱了啊 我 你说他被说服了吗 请德王明示 我该怎么办 你 不知将军看了皇上的信没有 我此次就是专程来询问德王 那 皇上怎么说呢 皇上说什么 德王恐怕比我更清楚吧 清楚 清楚吗 我 清楚 清楚 那是自然 对啊 那我到底应不应该听皇上的 德王 那 那皇上说什么就照办吧 可这 行动起来 难度太大呀 没多少难度吧 没事有我在啊 我全力支持你啊 可以了吧 支持你 那我就不折腾朝鲜了 我也不成王了 对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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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逃个一节 太好了 好 很好 好 咱们就干脆反了他的 好 反了他 皇上 心里边这么说的 对啊 皇上在他的心里说 你有本事就反给朕看看 有了德王的支持 就行了 那 我以后 就听德王和皇上的 以后全凭德王做主 你以后就是我李如花的座上宾了 你支持我当皇帝 我让你当太上皇 好 那你先多有多罪 今天我设宴赔礼 走 请请 停 我们成功了对不对 对不对吗 对不对啊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吃饭起来 我全听懂了 全听懂了 本来也许还有一点点希望 现在应该全都死定了 对 喂 喂 你醒醒啊 醒醒啊 喂 你醒醒啊 喂 喂 姑娘吃得可还满意啊 挺好的呀 哎 对了老哥 跟你打听个事呗 哦 最近有没有两个京城的人来过这儿 一个大概 这么旁 另外一个 大大的眼睛 挺高的 两个男的 从哪儿来不知道 倒是有那么两个人 有 哎 那我再跟你打探一下 嗯 呃 李如花李将军的府上该怎么走啊 哎 姑娘可小声点 嗯 李将军的名字是忌讳 谁喊了可是要杀头的 杀头的 至于那两个人 现在应该已经到将军府上了吧 哇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已经顺利到达了 顺利不顺利我不知道 反正马上就要被杀了季齐了 季齐 嗯 哎 姑娘 你还没结账呢 我刚才不是给过了吗 那点钱只够吃碗饭而已 这么多好酒好菜 吹拉弹唱 杂耍 还有天竹舞 哪一样不要钱哪 哎 等会儿啊 这些刚才我都没要啊 但是你也没说不要啊 行 我赶时间 多少钱 嘿嘿 一百两 一百两 你看黑店哪 哎 哎姑娘 你可别动手啊 我这帮兄弟啊 脾气可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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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还有帮手啊 呀 啊 女 女侠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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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竟就算你命大 但如果我知道 你再欺诈别的良民 我绝对不会饶过你 不敢 不敢 小的绝对不敢 好帅啊 好帅啊 曹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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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的伤还没好 跑过来干吗 我不是担心你吗 拜托 你这个样子 不是更让别人担心吗 你一个姑娘家 跑出来连声招呼都不大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 那你跑出来皇宫这么久了 你父皇不担心吗 我父皇担心我 大不了一顿板子呀 不过我为了你 做什么都值得 好 那行吧 走吧 请 驾 驾 驾 娘子 小公 我不想再做山贼 我只想一辈子跟着你 做你的娘子 你现在相信我了吧 我相信 我相信 你醒醒 你醒一醒啊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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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大概就是这样 差不多这个台词 差不多就是这样 记得吗 差不多 对 天哪 好自己好好玩啊 我来 我来 你来 准备好 来 一二三 娘子 相公 我不想再当山贼了 我就想当你的娘子了 停 姑娘 你那个情绪 因为当时呢 你实际上已经中了一个 有毒的镖 那个你快死了 对 死之前还想过最后一眼 所以那个情绪是应该 应该有一点这个 哀气的那种感觉 哦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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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啊 准备好 一二三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见她就想笑 弱叶一点嘛 对不起 对不起 再给我一次吸火 对不起 对不起 请允许我做一件事情 对不起 你那么好好演哪 对不起 对不起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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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 准备 一二三 娘子 说啊 说啊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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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说 我不要再做山贼了 我就要做你的娘子 这下你相信了吧 那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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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她都记住了 你能不能争气一点哪 我脑子有病嘛 再来一次吧 好了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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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准备啊 好 一二三 娘子 相公 我不想再当山贼了 我只想当你的娘子 现在 你终于 可以相信了吧 我相信 我 不 啊 啊 不要啊 你先先不要啊 不要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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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啊 就是这样 对不起啊 李姑娘 曹姑娘 曹姑娘 嗯 谁啊 哎呀 她不是死了吗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哎呀 她没有死 没死 哎呀 太好了 你没死啊 我看看 我看看 你 你谁啊 谁啊 你干嘛 你想干嘛 想干嘛你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还有一个坏消息就是 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失忆了 相公 啊 我什么都没忘啊 你忘了吗 你忘了吗 相公 你 我不想再当山贼了 我现在只想当你的娘子 不要说了 现在你相信了吧 你忘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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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说她什么都忘记了 不不不 还怪你叫相公呢 你别忘了 不要啊 哎呀 哎呀 光明正大的 我们刚才在演戏啊 你们记得 我真没勇气看下去了 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来 走 不是 你先把你遇见他嘛 别拉我 曹姑娘 曹姑娘 别别别别 你就别再追出去了 再追出去真的解释不了了 我的手你也敢摸 小心我六脉神经灭了你 天色已经不早了 该跟乔大叔去拔酒论剑一下了 等等 等等 你不要跟我解释 我什么都不想听 不不不 我是找太子的 不不不不 我是要先找太子再找你 是这样的 那个李如花呢 她准备要造反呢 你快点去告诉皇上 我在这里拖住他们 这个阻止胖囊不是你的任务吗 我为什么要帮你 别分得那么清楚了好不好 怎么说大家都是皇上的儿子 我什么呀 不得了 这个王八三 可是我能帮你 没帮你的 我什么让你 我能帮你 冲啊 准备你 我 Adventure 就是你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受受不侵的啊 我这时候还受什么不侵呀 快 老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 老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快快快 快快快 我们还不止这样呢 我们还重口味呢 姓南 吓死我了 你们开什么玩笑嘛 对啊 副将军 那么晚了招我们干什么 对对对 将军让我请你们参加明天的发兵仪式 明 明天 喂 这个发兵不是应该选一个良辰吉日的吗 呃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是将军的降令嘛 哦 不不不不 那那 那那那那那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最好不过了 那明天呢 我一定会穿得风风光光的 你放心吧 回去告诉将军吧 好好好 哎 哎 哎 跟你们一起来的 还有个女的呢 啊 啊 女的 她 对啊 她她跟龙女在一起 哎 其实呢 本王早就算到了 明天要举行这个仪式 哎 所以呢 我早就找那个啊 那个她呢 对对对 就是那个龙女呢 安排了 安排一下了 安排一下 幸福幸福啊 那二位早点休息啊 好好好 告辞啊 告辞啊 那那不错啊 不错不错 哎呀 富山君放心 明天的仪式一定会办得热热闹闹的 怎么全是干嘛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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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变的 你相信吗 嘛嘛 每次跟你在 都不会有好事发生 哎呀 别这么说了 我真的好怕呀 你以為就你怕 會出什麼意外的啊 不會吧 好 很好 三軍將士都精神抖擞 一氣 一氣 總之 你們都很好啊 皇帝老兒下旨讓我造反 我得給他這個面子 大丈夫要死得其所 死得轟轟烈烈 京城的土地和女人在等著你們 等我打下那兒的江山 所有隨軍出征者 留得性命的家官封賞 戰死的 安利全家老少 加倍封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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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齐 打一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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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请把你们宝贵的注意力 和目光 集中在我的身上 相公 相公 好了 好了 好 好 好 相信大家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是太子的令牌 说实话吧 鬼鬼祟祟在干什么 这两个人什么来头 你这是何必呢 有话好好说吗 是啊 少来这套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们是在密谋造反 明明是你们造反啊 我说的不是我们造的那个反 我说的是你们会不会造我们的反 以你的智商很难让你明白的 对啊 别说话 再这样把你们交给我们李将军 李将军 李将军 能不能有点主见啊 就是啊 哎呀 妖功妖不了 回来还无缘无故被打了一顿呢 哎呀 你别那么老实啊 拆穿人家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呢 我诚实可靠 同所无欺 绝不说假话的 那万一将军是个烈性子 受不了你的侮辱 挥刀自杀了怎么办呢 我敬佩他 住嘴 你说我没主见是吧 我就让你看看 说 叫什么 曹天舅 来这干什么 是啊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我自己 我这么跋山射属地来到这儿 到底是干什么 我 你 等等等你你你你叫什么 来这干什么 哎呀呀呀呀你烦不烦哪 能不能不来这一套啊 要不这样 就当我们从来没来过不行吗 求你了 别赌气了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赌气 我赌气了吗 我还要告诉你 我什么都没想 哎呀你能不能 好好地听我解释一下 不能 你什么时候 变得那么固执的啊你 你早就看我不顺眼了是吧 我 哎呀 舅舅 我求你别这样的 都住嘴 都给我压缩点好不好 本家就在审问哪 不要插嘴啊 哎 舅舅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嗯 好 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吧 你等着 我把你们送给 送给李如花 哦 你死定了 这就是我在直呼李将军的名字 对 万一我们说到嘴 给将军听到呢 以后我不堪是想啊 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 要也要求我吗 没有啊 就看到你的嘴巴在那里 对对对 但我 信不信我先个杀 别瞧 就算杀了我们还有他们啊 哎呀 以后还要看他们的脸色去做人 真惨啊 就算你杀了我们 那还有他们呢 就算他们都守口如瓶 那还有以后呢 就算立下再多的汉马功劳 早晚有一天会说漏罪 就算你啊真的造反成功啦 毕竟有断正心机啊 别再说了 你们要我怎么样嘛 哎呈啊行驶得很简单 办法呢倒是有一个 什么办法 那你过来听听咯 来 什么办法 来来来 靠近一点 我跟你们说啊 谋反是诸九族的大罪啊 李如花草菅人命 从来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 这样的人你们还要辅佐它吗 不要了 还是回头试案吧 朱逆辰 保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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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花 你有喜投降吧 你敢叫我的名字 你们偷偷都要死 杀了李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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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再过来我杀了他 过去吧 曹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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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哥好帅啊 那一招 你们都没事吧 没事 如今逆贼已退 令牌物归原主 天佑大明 太后千岁 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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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皇上 程大人求见 快宣 遵旨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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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 大大的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 快说 千方传来捷报 李如华起兵造反 但是已经被德王顺利平复 李如华已畏罪前逃 恭喜皇上啊 辽东一带一直是朝廷的隐患 如今能被彻底平复 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果然是个好消息 朕没看错 德王平乱功不可没 常侍卫 即刻带兵前往辽东 护送德王回京 臣 臣遵旨 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怎么人非但活着回来 还立了功 哎呀 皇后息怒 原本确实是万无一失 可是谁想到半路杀出个太子啊 太子 太子好端端跑遼东干什么 好 这个没用的东西 看来 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栽培你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这个机会 居然被你搞砸了 你还有脸来见我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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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 他们居然有太子帮忙 哎 是已至此吗 不能全怪你啊 来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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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你过了 看我吧 请 恭喜 恭喜啊 万分的恭喜啊 你这次立了大功 皇上他是非常非常高兴 特意命令我率领所有锦衣卫 前来获送你回京 那这么说来 回京一定要奉赏了 那是自然的 给力 那我们之前的罪行 是不是也可以赏免了 那是自然的 那我是不是有赏赐 那是自然的 那我是不是有赏赐 好棒啊 我是不是有赏赐 谢谢啊 谢谢 都有 大家都有 其实呢 主要是太子的功劳 对对对对 其实也没什么 主要是我为了保护曹姑娘 曹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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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真是功不可没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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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有呢 真的有啊 有了有了 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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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好久不见了 来我身边陪我聊聊天吧 聊你个头啊 看你表情是不是不愿意啊 你 你到底是压送我回京 还是护送我回京啊 曹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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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路途遥远 吃个馒头先 Manager 曹姑娘 这是我精心为你调制的 清智甘语录 不仅可以补充营养 而且还可以补充体力 况且还是用了你最喜欢的 槐花蜜条尖尘 你先尝尝 你那个怎么吃的饱 吃我的馒头吗 尝尝我的 尝我的 尝尝我的 尝我的 尝尝我的 尝尝 尝我的 相公 尝我的吗 尝我的 尝我的 你干什么 你放开放开 放开 我要吃馒头 相公 我要吃馒头吗 我要吃馒头 相公 我要吃馒头 我要吃馒头吗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你饿吗 我 我喂你吃馒头啊 来 吃馒头 我喂你吃 你吃馒头 相公 这 吃啊 相公 好吃吗 相公 好想你多吃点 我一个都没有吃到啊 多吃点 相公 好好喂吗 我不想吃 再给你一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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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一个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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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们赌气归赌气 这些东西不要浪费嘛 就算你们不吃 还有别人要吃的啊 李姑娘 路途遥远 你多 多惊一点 这个 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这个臭 我不要了 那你自己小心哦 我不送你了 相公 哎呦 相公 那 大家就 相公 后会有期 有期 相公 哎呦 松手啊 再见 再见 哎呦 小心啊 相公 我就要摟着你吗 哎呦 相公 来 来 啊 啊 哇 哇 奥巴 卡塞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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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呀 成了偶像派 就会有这样的烦恼 哎 请问大家那个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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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仨呦 什么意思啊 卡塞尔就是要你快点走 好喝吗 起行吧 奥爸 起行吧 走 走 奥爸 郑侍卫 你就不能找一些 好一点的地方行路吗 你看这地方这么穷 连家好客栈都没有 曹雍 你饿不饿 有一点 好 你等一下 把这些都给我包了 好嘞 给 来来来 来 谢谢 大爷 给点吃吧 小食品啊 你怎么打我呀你 我 曹姑娘 只有这些饼你先坐我吃一下 喂喂喂 你有没有搞错呀 人家都那么惨了你还打人家 我打他是他活该呀 他干嘛不去种地不去赚钱啊 他自己不干活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啊 我 这个给你 我的饼 我的饼 我拿饼啊 我的饼 我的饼啊 来来来来 这是我的饼 我的 好好好 不用心 拿去吧 我的饼 相哥 你们可以给他牵着他自己买吗 我的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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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别我的饼了 我的饼 你这样做呢 谁都帮不了你的啊 我的饼 我 我错了吗 我 故居重游 万千滋味 再心透 拜托你 借我管好你的娘子吧 但是今天你才是他的相公吧 我是不是今天开始就能和他一起睡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祝你们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相公 相公 天色已经不早了 你们是不是应该赶快回房去相信啊 我要替你给我讲故事 被添大孔雀的故事 被添大孔雀 可是我和你故事真的不是很好 能不能演故事给你看啊 那我们一边飞一边演吧 飞 飞吧飞吧飞吧 幸好不是我 王爷 田太师求见 我才刚回来他就来求见了 是啊 哦 太师 没想到你那么想我 多等一个晚上都来不及啊 臣等罪过 打扰德王休息了 我开玩笑的 你别这么客气好不好 殿下 臣等 有要事享受 不必行此大礼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谢皇上 好 德王此次 平复辽东叛乱 铲除了朝廷多年以来的隐患 功不可没 朕要重重地赏你 不知德王有什么想要的 德王 德王 辽东战事虽然已经平息 但是南方沿海 却仍有流寇余滅 伺机作乱 成为朝廷的一大不坏 但若在此时 你能将其剿灭 稍无负名心 两大功绩独揽便足以撼动 太子之位 是啊 当今的太子有手好闲 皇上 对他的太子之位 已经起了费力之心 加上 德王 原本就来自欢喜县 此时 放弃权力之争 要求回到欢喜县 这也在情理当中啊 这么做 也可以让皇后他们那边 暂时的安心呢 得王 德王 德王 臣不求赏赐 只有一事相求 讲 臣希望回到欢喜县继续为官 你这不是跟朕赌气吗 不不不 臣不敢 朕 既然答应了赏你 便不能失信于你 不过 堂堂德王 任之于县令 成何体统啊 朕就准你 黄连福颖一职 此日上任去吧 谢皇上 谢皇上 四子出宫也就罢了 还去了辽东 跟那个杜云藤立功而返 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你待他立下如此大功 你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 对 母后 我都已经去过了 况且又不能看着潘军造反 危及我们江山设计 不能不管吧 如果江山没了 那别提什么太子了 如果那个杜云藤 对太子位置感兴趣 他拿去就是了 说什么混账话 如果 你连太子都不是了 你还能有什么 权力之争 向来就是这么残酷的 如果让杜云藤上了位 你这个昔日的太子 情敌 他岂能容你 就连你那个心爱的曹姑娘 也不会再是你的 是 是 好在他现在皇子的身份 没有查清 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我把你带大 我对你 视如己出 你要明白母后 尽力保住你太子之位的良苦用心 儿臣明白 母后一切都是为了儿臣着想 儿臣如此不孝 请母后 请母后责罚 儿臣以后定会被加小心 不会让父皇母后 因为儿臣生气 能明白母后的用心就好了 我这就回去了 皇上还在气头上 近些日子 你就不要出宫了 儿臣明白 儿臣恭送母后 太子啊 是不是跪得很疼啊 不好意思啊 忘了带你贵的东西了 佳猩猩 太子啊 我觉得皇后娘娘她 还真的是很关心你啊 你懂什么 怎么就不懂了嘛 拜见德王 拜见德王 没你没你 皇上有没有赏赐给你啊 肯定有啦 那皇上有没有赏赐给我呢 这倒没有啊 这倒没有 怎么会这样呢 有可能是他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是吧 刚才程浪叔明明说有的嘛 怎么会不记得呢 怎么会啊 这我真的不知道啊 那皇上赏赐什么东西了呢 这就厉害了 皇上他答应我呢 去黄连府当那个福隐 福隐 堂堂一个德王 就上次去那个什么黄连府里 当个福隐啊 福隐 你们毛病啊 你不是应该要点金银珠宝啊 钱财啊之类的嘛 那些俗物就不用了 我什么都没求 我就要求做一个福隐而已 你真有毛病啊 你是德王嘛 你起码要个几百万两黄金 然后再要个一大堆的杀手 侍卫才够嘛 你真是的 不用了 这些繁文若捷 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过去 同甘共苦啊 这 这 好不好好 真是好兄弟啊 你呀 快点 你怎么说你呀 麦大人 你是谁啊 我们家老爷请您回府上一叙 老爷 是哪个 麦大人不认得晓得了 晓得是李将军府上的家庭 认得 认得 好好好 老爷嘛 好好 我待会儿就去啊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不是吧 你连自己家里面的家庭都记不住啊 家里人多嘛 我现在回去一会儿 等我啊 早去早回啊 你真是 早去早回啊 知不知道 还儿给义父请安 还儿不必多礼 你这次远赴辽东立了大功 我已经吩咐下去 将你官赴原职 设宴喜臣哪 官赴原职 对 官赴原职 依然跟随为父 做你的二品副将啊 跟随 怎么了 你还生为父的气啊 还是不敢 还是不敢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呢 可是 我刚刚答应了杜云腾 要回皇陵府了 荒唐 区区一个福尹 怎么能跟你这二品将军比啊 这个 大丈夫 理应怀揣红狐之志 你竟如此英雄气短 你为杜云腾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吗 他立了大功回来 可要你半点功劳啊 你真是愚蠢至奇 弃杀老夫了 义 义父 义父 千万别 别气坏了身体啊 你就让海儿多考虑几天吗 我没什么耐性 给你半天时间 何去何从 你自己想吧 义父 我 我 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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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兄弟手足 一边是义父 嗯 哦 这样都可以碰到他 那就是缘分喽 好 就黄连府吧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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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身份不明前途未卜 还加上一个哀义啊 哪里还有脸面去耽误曹姑娘啊 喂 可是做不成夫妻还可以做朋友 见个面叙叙就有什么不行的呢 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给不了人家未来 你怎么可以让人家千长挂肚的呢 可是我真的好想曹姑娘你呀 哎哎 不行不行 不能不能耽误了人家草姑娘啊 但是爱情是伟大的嘛 我一定要进去见她 不能进去 我要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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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呀 哎呀 你这个傻瓜 你倒是进来呀 怎么可能会真的怪你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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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都想好了 你要是进来 我就会什么都不怪你 然后我们两个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哎 老天啊 到底生得进来啊 哎 哎 爹 怎么是你呀 嗯 是我 哎 哎 舅舅啊 好端端你在大门口干嘛 你是不是在等什么人呢 嗯 嗯 我在 锻炼身体啊 老家卫国 嗯 老家卫国 讲话讲了一半儿锻炼身体 你什么态度啊啊 啊 你是不是不欢迎你爹啊 这一礼貌啊 哎 啊 哎 嗯 我来了 臣等参见殿下 臣等参见殿下 两位为何行此大礼啊 嗯 嗯 嗯 德王啊 老夫这一败 可是为了天下苍生而败 哇 皇上多年来荒废朝政 不理国事 太子又游手好闲 嗯 不幸坚国之责 哎呀 哎呀 如此之谷使得我大明每况愈下 嗯 不负当年之盛啊 如此下去 只怕 只怕 其中难返 那 又设计 情负之忧啊 哎 哎 德王 啊 啊 朝中如今可以说是外庭群龙无少 后宫又平平干政 内外勾结争穷夺势 而百姓之苦却无人问津 最重要的是 啊 被有九边之民灾情严重 南方有沿海流寇频频作乱 百姓早已民不留生 所以 哎 臣等恳请殿下 为天下苍生 立志继承地位 哎呀 两位这么一贵 贵得我都不知所措了 来 起来 起来 你先起来 起来呀 起来 两位呀 你们到底想到我怎么样 一时呢让我去黄连府当知府 一时呢又叫我去继承皇位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想怎么样 我被你们搞糊涂了 哎 殿下 第一次去黄连府 只是咽下权宜之计呀 而继承皇位 福泽苍生 才是我等之大计 此次的先行离开 也是为了将来的归来呀 得我 走 既是留 舍 既是得呀 啊 留舍 得 别说得那么复杂了 反正我去就是了 啊 啊 哎 嗯 嗯 嘿嘿嘿 嘿嘿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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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我们赶快走吧 再不走就下雨了 快走吧 可是麦亚堂还没来呢 嗯 殿下啊 我已经派人打听过了 那个麦亚堂自从进了将军府 就没有再出来过 啊 要不要 我去找李将军问一下 不必了 咱们启程吧 哦 殿下 嗯 一路小心 到了黄连府 不必传信于我们知晓 嗯 知道了 对 有什么事情通知我们一声 我们会竭尽所能的 嗯 多谢太师 各位珍重 啊 珍重 嗯 起来 起来 嗯 皇上要见你 你这里去哪里啊 什么皇 皇上 皇上 你为什么要抓我回来啊 是我犯了什么错 你要杀我头啊 你不要紧张啊 朕又没说要杀你 哦 那 做公公 也不行的 我发过誓 我不会做公公的啊 好了 别说了 嗯 朕今天找你来呢 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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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皇上你早说了是不是 嗯 随时可以召唤我啊 是不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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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随地可以召唤我来 不用这样找我的啊 还不是怕你不答应吗 哦 在皇上的英明领导下 谁会不答应您的摄旨呢 哈哈哈哈 哎呀 那可不一定啊 比如 朕需要你 潜伏在皇后身边 但凡后宫有什么风吹草动 你必须要跟朕汇报 这种事情 你答不答应 哥 可是 你个皇后是夫妻 为什么要一个外人 装傻是不是 装傻是吧 我就真的 没没没 我这是 我这是不是很明白 哦 哦 哇 李 李 李 麦雅唐 你也不是第一次进宫啊 你跟李大人 曹大人 还有皇后娘娘 都很熟悉吧 哦 后宫外庭相互勾结的风年风雨 你应该知道吧 皇上不也说了 那都是风年风雨吗 所谓防卫杜剑未雨绸缪 朕就希望在皇后的身边有一个人替朕办事 而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你呢 可是如果让我做卧底这件事被那个皇后啊 义父啊 还有曹大人他们发现的话 哦 朝堂上下 宫廷内外的斗争 历来都是血雨腥风 如果你想避免遭他们的毒手 那就不要暴露自己了 那万一不小心暴露身份了呢 给赏你个全尸 皇上 你实在太英明了 少废话 说 到底做不做 我能不能不做啊 好 把它关起来 半年后放人 不给吃不给喝 等等 停止 开玩笑 没有用不改 如果 办得好的话 会不会有一点点奖励 一点点奖励 没问题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回头 义父 义父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因为我回来了 你不是不愿意回来吗 因为我想清楚了 孩儿是要追随义父的吗 但是我给你半天时间 你去了两天呢 因为我想要了解得非常非常清楚 布云藤这种人跟不得 他根本一点前途都没有 这两天我深入民间 替察民情 确定还是要留在京城辅佐义父您 你终于听我的话了 不听也得听咯 义父的话当然要听咯 那就好 义父你看 我去了开封府 特意买了这个藕丝糖给你 都是你和皇后娘娘喜欢吃的 亏你有这份心啊 为父我也非常高兴 我带你进宫去见皇后 坐 你也坐 你也坐 我还是站着好了 客气什么 都是一家人了 李将军 你这个义子 还挺讨人喜欢的嘛 好 能够让皇后开心 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 可是俗话说得好 无事不登三宝殿 兼职突然对本公和李将军如此关怀备至 应该是有所求吧 皇后您怎么这么说呢 我这个人 向来都是爱心泛滥的嘛 听说你跟德国王是生死之旧 那呦 当然是我生他死了 皇上驾到 好 好了 免了 看来朕来的不是时候啊 耽误你们兄妹说话了吧 皇上哪里的话 李将军也是刚到 皇上 臣今日刚巧进宫 多日未见皇后 特来探望一下 你们兄妹啊 素来交好 令人羡慕 这位是 皇上 这位是臣新收的义子 上一次已经带进宫 拜见过皇上了 瞧我这记性 令郎长得还真是 真可爱的 信皇上可嘉 皇上 听说麦大人和德王 还是至交好友呢 这皇上同是得两个 那么能干的乘子 真是可喜可贺 皇后哪里的话 我跟她不就是露水姻缘嘛 不啊 凭水相逢 对对对 我刚才说凭水相逢 朕有些累了 就不耽误你们说话了 朕走了 皇上 怎么刚来就要走 臣妾送您 不用 你们兄妹难得一见 不如就让这位麦将军 代为送送朕吧 是 快去 知道了 请 李将军 这人真的可靠吗 就我多日的观察 她跟德王并不十分的友好 矛盾颇深哪 还是警惕些 多观察吧 是 皇上你看到了 皇后真的是不好应付的 那个偶司堂也的确不便宜 想要取得皇后的信任 光送偶司堂是不够的 难道还有送别的 那倒不必 这个女人我了解 想要取得她的信任 那你就得跟德王 彻底的决裂 哦 我本来就跟那个德王的感情 一般哪 这是她一直粘着我吗 来人 对 替朕办事 这是赏你的 啊 皇上 难道我麦芽唐在你心中 就是一个贪图钱财的人 难道 你不是吗 噓 你跟我皇上办事 应该是普天下所有人的荣幸啊 好 拿下去吧 哎 不过 既然皇上金口已开 也不好收回吗 哎 耶 不过 云 祝你 ün 最后 面 你 订